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白狼张安乐 被控接受中国金元 在台湾从事组织犯罪 被检调搜索约谈 稍早呢 他在统促党台北党部召开记者会表示 确实统促党资金来自中国 但跟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 这是坦淡淡 这很简单 我就是中国人 我的资金是不是中国的资金 是 但是 有没有共产党 没有 好他强调 因为大家都来自中国 台湾每个人都来自中国 所以他是中国的商人 之间来自中国没有什么 但是绝对没有收受 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现金 另外张安乐也反控 现在政府是贪腐集团 用卑鄙的手段迫害他们 当年陈其迈科建民 都收受大量的政治现金 陈信瑜当初也说 民进党哪个没有拿过他爸爸的钱 他访问说 这些人为什么不来调查呢 目标